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10月22号周二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温哥华都会区高贵林市的小学老师 成为这次大气河流的第一位受害者 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吞没了他和他的家园 如果不是看到一些碎片 根本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一个温暖的家 女教师的尸体在距离一寺房屋 远值300多米远的道路的另一端被发现 大家都为她的意外感到哀痛 高贵林市教育局也表达悲痛和遗憾 到目前为止 温哥华今年的第一次大气河流暴风雨 就至少夺走了三条人命 除了高贵林小学女教师以外 还有两位在温哥华岛上的驾车人士 在同一条公路上分别先后被河水冲走 这次温哥华岛上的降雨量超过了300毫米 前BC省省长简慧之有可能角逐小厨斗将要留下来的空缺 现在已经有40名联邦自由党议员联名要求总理辞职 简慧之曾经在2011年到2017年担任BC省省长 2017年省选时虽然以一票领先 但是绿党却站队NDP将其赶下台 同时被赶下台的是正在建设的10条车道跨飞沙河 连接劣质文市和三角洲市的大桥和BC省的经济 加拿大政治专家分析认为 简慧之有成功的财经背景 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 可以从更加偏右的保守党那里吸引一部分选民 据央视网报道 生态环境部22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今年前三季度 中国空气质量和地表水质量总体持续改善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5.8%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